iPhone 13 有這個不太可能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蘋果爹 今天我們又來講更多 iPhone 13 的消息 這個其實已經是重錄了 因為我其實前天有錄完一集 然後正在剪的時候 收到一些新的消息傳進來 所以就跟我先前錄的 裡面的資訊就有點衝突 所以這次就是重錄一次講到 iPhone 13 這次一個很重大的消息 好 開始前就記得訂閱頻道 按下小鈴鐺 然後按讚跟分享囉 OK iPhone 13 上禮拜 John Foster 講到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它的 Touch ID 可能會回歸 這個問題我們其實前幾個月有討論過 我個人覺得最完美的一個 驗證的方式就是 Face ID 加上 Touch ID 很多人就會問說為什麼要有兩個 為什麼同時要存在 其實當然很大的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現在疫情我們都要戴口罩 雖然說 Face ID 是比較安全的一個認證機制 可是在工作場合如果你戴口罩 不能用 Face ID 去解鎖 你是不是還是要輸入你的密碼 那麼多人圍繞在你旁邊的時候 不管在工作場合 可能在搭捷運公車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這樣是有更大的安全疑慮的 這種時候我覺得其實 Touch ID 就會比 Face ID 還要再安全一點 我個人認為最完美的方式就是兩個存在 可是在使用者的設定的時候 你可以以不同的層級去設定說 哪一個層級要用到 Face ID 哪個層級用 Touch ID 就好 那以我自己來講我會覺得 在解鎖螢幕一些回訊息 一些基本的東西 其實 Touch ID 就可以勝任所有的東西 因為這種時候你沒有牽涉到任何金融 匯款或是更深一層的隱私設定的時候 我覺得 Touch ID OK 那在進入更深一層的時候 可能你等到回到家的時候 再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 再用 Face ID 去解鎖 或者是使用者自己覺得 Touch ID 就可以的話 你可能也可以設定說 Touch ID 解鎖大部分的東西 可是我知道在美國有一些銀行金融方面 他們就是一定要到 Face ID 的層級 才能讓你使用生物辨識解鎖的方式 所以這個其實就看 他們自己的規範是什麼樣 OK 好 那我們來講講 John Prosser 講了什麼 然後等一下再講講我收到的消息是什麼 OK 他講說蘋果有意要讓 Touch ID 回歸 那這個消息其實在郭分析師的爆料也有講出來 就是說他們目前在測試 同時有 Face ID 跟 Touch ID 的版本 那 John Prosser 證實說 這個是真的這樣 他的消息來源有看到兩個不一樣的測試機 都有同時有 Touch ID 跟 Face ID 那這個部分我也有收到類似的消息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那雖然蘋果先前講過非常多次 他們既然已經升級到了 Face ID 就不會再回來到 Touch ID 上面 他們深深相信就是 Face ID 是一個更安全更好的一個認證機制 那我也同意這一點 可是現在疫情說真的 改變我們所有的生活方式 那現在的蘋果說真的 也很會為了消費者的需求 去做一些改變 那像我們看到其實在 iPad Air 現在也加入了 Touch ID 這個功能 他是把它放在它的電源開關上面 那既然因為疫情大部分的人 在很多時候都需要戴口罩 所以這種時候蘋果考慮把 Touch ID 加回來 我也覺得是非常有道理 而且也不會跟他們先前的講法衝突啦 因為畢竟在三年前誰能預料到 現在的世界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 John Prosser 講了他測試了兩個樣機 這邊就來看看別人怎麼跟我講 OK 那我收到這個消息他是說 關於 Touch ID 的測試機 蘋果其實在 iPhone 12 的樣機上面 就有做過測試了 但是他們對螢幕下解鎖 指紋解鎖的效果不太滿意 OK 是他們持續在進行測試 在進化 在優化 這邊沒有解釋太多 那我覺得可能就是在等 更好的科技或是解鎖的方式出來 那就他知道的 其實是有三種不同的樣機啦 然後他說其實 John Prosser 講的也沒有錯 因為這三種 其中一個是在 電源開關上面的解鎖 就像 iPad Air 那樣 那另外兩個都是螢幕下的指紋解鎖 各不同的方式 那他沒有細講是什麼方式 可是我記得好像有人提過說 螢幕下解鎖目前有兩個不同的科技這樣子 離 PVT 的階段其實還滿遠的 所以不能確定說 這一些功能 就是 Touch ID 跟 Face ID 組合起來的功能 一定會在 iPhone 13 或者是 12s 上面出現 可以確定的是說 真的是有這些測試機 讓他們也在找尋 兩者同時存在的方式 就是加入 Touch ID 就這樣 那他也沒有再多講 那這個就是我收到的消息 OK 那今天第二問題就是想問大家 對這個看法是什麼 你們目前很多人都升級到 iPhone 12 那很多人是從先前 iPhone 6 6s 7 8 的那一些機種過來 那你們現在剛好在這個疫情的時代碰上 只能用 Face ID 的感覺 你們會不會覺得真的滿不方便的 那如果真的兩者同時存在的話 你們覺得最好的這個解決方式是什麼 他們的認證成績應該去怎麼分別 我想聽到大家一些比較專業的看法 OK 好 那今天第二個消息我們就來講 iPhone 13 的相機的部分 OK 那這個其實也是上禮拜有傳消息出來啊 那我們知道是說在超廣角鏡頭 就是並不是主鏡頭 是超廣角鏡頭 這次在下一代 終於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升級 那我們知道這次在 iPhone 12 Pro Max 上面 它的主鏡頭因為它的感光元件變大 那導致它的最近對焦距離只有大概 9 公分 10 公分之間 那這個跟先前的 iPhone 或者是甚至是 iPhone 12 其他 3 支比起來的話 它對焦距離都是大概多了 3 公分左右 所以意思就是如果你今天買的 iPhone 12 4 不是 Pro Max 是其他 3 支的話 你最近對焦可以到大概 5 公分 6 公分左右 那這個在平常你可能要 拍一些說明書啊 證件啊 或是甚至少 QR Code 因為有一些說明書給的 QR Code 真的是還滿小的 那我覺得這個時候近一點去拍攝 其實是還是有它的方便性在 那在我自己用的情況下的話 我本來是沒有發現 那就是有一天我記得我要去買 買什麼東西 我是要去買一個藥還是什麼 然後我要去拍它的那個藥名跟封面的時候 發現怎麼沒有對到焦 然後在當下我也沒有想太多 那再來就是有觀眾在我這邊留言說 最近對焦距離變長了 然後我才去測試這一點 就是大概 9 公分多一點這樣子 那平常使用上的話我覺得 這個還沒有到非常不方便 可是我知道像有一些人出去像拍食物 他們如果說先前用 iPhone 或是其他點的話 你習慣一個近拍食物的方式去拍攝的話 那這一次用這個 Pro Max 可能就會有點不太方便 那當然還有另外的解決辦法啦 像這次 Pro Max 有 2.5 倍的長焦鏡頭 所以你也可以像阿康的影片有講過 他拍食物會用長焦鏡頭去近拍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 OK 那回到這個消息說 為什麼在超廣角鏡頭上面的感光元件 終於要有一個很大的升級呢 因為其實超廣角鏡頭 從 iPhone 11 推出到現在 其實在 iPhone 12 上 它的本身的鏡頭 還有感光元件都沒有什麼大的進步 所以他們這一次在下一代 就是期待在這一次的超廣角鏡頭 去升級它的感光元件 還有它的鏡頭的設計 那我個人覺得 其實在近拍距離不足的這一點 在超廣角鏡頭就可以做到解決 因為現在的超廣角鏡頭 其實是不能對焦的 那你可能會在螢幕上去點它的對焦點 可是如果你仔細去注意啦 你自己去測試就知道 目前的超廣角鏡頭是泛焦鏡 泛焦鏡就是它其實有設好一個 最近的距離跟一個無限遠的距離 這之間都是準焦的 那是這樣一個鏡頭 那我覺得如果它可以在再來的 超廣角鏡頭加入變焦的功能 那如果這種時候 超廣角鏡頭就可以加入近拍的功能 那我覺得其實也會滿方便的 那可以大致上去補足 可能主鏡頭感光元件太大 不能近拍的問題 那或者是他們也可能去改變 他們主鏡頭鏡頭的設計 可是我覺得以目前 12 Pro Max這個鏡頭突出程度 已經那麼多起來 如果真的要去改變那一點的話 不知道整個相機會變得多大 所以我們要看看蘋果 再來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今天第二個問題就是想問大家 如果有用12 Pro Max的人 那你們在 思潮這個最近對焦距離 變得比較長 你們有沒有什麼 真的平常使用上的不便 或是你們真的覺得 這是一個很不好的一點 算是一個最大的缺點 那你們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講 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按下小鈴鐺按讚跟分享 然後去追蹤我的IG OK 好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Bye